小姐當中是不是有一位說 不應該有喇叭牛仔褲這個東西 誰說的 誰啊 一定要啊 妳是不是要... 我剛剛聽說了 妳可不可以是... 妳可不可以彈開一條喇叭褲 這不可以的 她是各樣喇叭褲 你知道就是劉一新 她一直認為自己 因為她自己的身材很好 因為她是學美小姐 她是學美皇后 所以呢 她會覺得穿喇叭褲對她來講呢 就沒有辦法展現女性的這種特長 喇叭褲才有耶 對 妳看這一件喇叭褲 好好看喔 因為牛仔褲其實是 現在最重要的時尚單品 好 那我們給她一個機會 申訴一下 妳為什麼覺得 不應該出現喇叭褲這個東西 我個人覺得我很不是 因為我已經就長又黑 所以看到又就是直直的兩件 然後扇形的時候 可以出去 我就覺得 這一條穿起來超好看 這一條超好看 妳怎麼... 妳說妳穿這個會不好看是不是 妳穿過嗎 我之前穿過啊 然後可是 可能我已經太黑太高 然後又覺得喇叭褲又顯得更瘦 這個腰可以嗎 可以 來 劉威姐妳進去換 妳可白今天是喇叭褲嗎 我是喇叭褲耶 缺形 缺形褲 所以他們剛才責備妳的說 大腿部位刷白會顯出這個事情 妳有考慮過嗎 可是我在家裡有試穿這件 試穿很久 而且我去買的時候 我是週年輕去買的 我問他說好不好看 我還問全部的店員 他們說很好看 我才買這一條 因為我很省 妳有遇過店員跟妳說不好看嗎 有這種店員嗎 他只會跟我說 小姐 妳可以再穿深一點 看起來比較瘦 結果他們沒有說 這件需要更深一點 對... 可能這件是他們 店裡最深的一件 應該是 可是他有... 他有這個問題嗎 妳覺得 其實我... 因為米可白它是屬於那種 東方女生就是臀部跟大腿 這個地方比較柔一點 比較遠一點 所以像米可白 她在挑選缺形褲的時候 她必須要放大這個地方 很多女生的迷思就是說 穿緊一點 貼一點 就會覺得瘦一點 其實錯的 因為越緊越貼 妳才會看出這些脫出的東西 妳看這層是什麼 肉 這好像一個有小腹的女生 坐在那裡喝下午茶 然後攤出來的內褲 那怎麼辦 她怎麼... 我那天新買的很適合她啊 所以她應該要穿這個地方 比較寬的 這個是誰的 這個是我的 我覺得一模一樣的買兩件 看起來像是一模一樣 可是它就是像老師講的啊 刷色不同 不是 它就刷色有點不同 然後像這一條 就是米可白身上那個頸的 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就是比較寬的啊 還有差別 所以妳覺得米可白穿這個 比較不會暴露她身材上的 就不會像集團在那邊 OK 所以米可白想試一下Gigi那條嗎 我覺得我穿不下 它很瘦耶 不是 說不定人生從此就改變了 對啊 那我穿看看 這條你穿要看 這條我穿也還滿大 對啊 會不會穿不下 這條還滿大 不太可能穿不下 不太可能穿不下 我穿起來OK 應該OK 妳去跟醫生說 看看上面那位小姐好了 好 妳看好了 就好看喔 好看 對於時尚就是只有緊身跟露 沒有 可是我剛剛那樣多寬啊 可是我覺得... 還有牌子 好看啊 對 很好看啊 而且感覺腿好長好細 你看這條牛仔褲 不是隨便人 穿起來可以這麼漂亮的現場 對啊 因為剛剛聽她講的話 她就是不想要讓自己 看起來又高又瘦 對 對 因為我已經就太黑了 這個話也未免太囂張了吧 不是啊 因為我就是 我媽媽每次都瘦 我就黑黑瘦瘦 然後叫我不要穿 就是讓我顯得更瘦的衣服 然後我就很怕就是 這樣看起來腿就是很長很長 然後就會覺得 兩個竹竿在街上走 可是這件衣服會讓妳看起來 不但黑黑的還髒髒的一樣 對 穿完了 這衣服的顏色 妳走一下台步 我們看看妳這個褲子怎麼樣 尤其她屁股後面好漂亮喔 妳把T恤好像撩起來後面 對啊 地圖好看喔 會比較翹 好像比妳剛才 先來我們節目那個好看的 真的嗎 對 因為剛剛那個 無論如何就有一種 妳要去捕魚還是... 沒有 就是那種 輕鬆休閒的那種感覺 好了 好看度 調整一下 還是差一點點 她說差一點點 什麼事情 差一點點 她剛才米可白 剛才穿牛仔褲出來的時候 她是這樣子穿 太緊張了 她習慣... 她習慣就是要把它拉到最緊 最緊的地方 可是拉到這裡這邊 才會碰碰到 可是呢 因為這樣子穿衣服的習慣 就會形成這裡 對 所以會出現兩個蠻 1949的夜拍得出來 所以通常我們都會把這個褲頭的地方 妳可以先把這個拿起來 好 來 再給妳 要把它往下拉 我覺得花好漂亮 有個車畫很漂亮 妳是打算不理米可白 只逃到花子 妳是打算不理米可白 我超會帥 對 這樣就好多啦 對 這樣子看起來就會好很多 而且團型會比較順 它剛剛那一件可能也是 因為它拉太高的方式 可是我覺得米可白 有一個原則 可能也是看電視的人的一個原則 就是妳對於一條牛仔褲 可以容忍的價錢的極限是... 大概... 我買過最貴的牛仔褲 多少 跟他們比起來大概 我最貴的三千多 大概三、四千啦 其實妳這一條 妳買這條其實三千多 所以她買得起 這條她買得起 三、四千 可是我有買一件 這是之前大S姐姐代言的 真的 而且我很開心 我買了之後 我馬上要穿給我們機機人看 她跟我說我穿起來好醜好胖 好舒服 不是 我有問題 因為我那時候看到廣告的時候 因為它後面有賺嘛 我就覺得我穿起來會有魅力的感覺 結果一穿之後 很像是我可能搭配衣服怪怪的 所以她就覺得我這件牛仔褲很廉價 還問我說我去哪個搭賣常買的 但妳上面搭了什麼 大概就是普通的 跟像今天差不多吧 我覺得妳拿在手上很好看啊 可是我穿起來很像不太適合啊 奇怪 結果我只穿過一次而已 對 妝伴吧 對啊 可能搭的方式 所以搭了這雙鞋嗎 沒有... 我搭的是球鞋 搭的是球鞋 搭的是球鞋啊 我覺得妳就是... 鞋子出了很大的問題 好 請放好 那個前率君有一條是 給妳帶來無窮桃花的 牛仔褲是哪一條 桃花 真的有這麼一條牛仔褲嗎 就是它其實很素耶 可是它就是穿出去之後 就很有桃花不知道 只要穿就有男生來搭訕嗎 對 就是只要穿出去 女士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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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非常低腰嘛 它沒有到非常低腰 因為它是做前低後高 它前面也沒有太低 思緣的意思是說 只要太低 男生就會來搭訕 低得有點快樂 沒有 其實它這件大概 跟男生差不多低 可是它就是很素 因為男生很喜歡女生 穿合身牛仔褲 然後也不要太花俏 但是上面可能穿一件 很簡單的白蹄 合身的 或是這個蛙背背 對 或是蛙背背 這個實驗的前提是 妳穿別的牛仔褲的時候 沒有人來搭訕嗎 而且我連穿牛仔短褲去夜店 都沒有人要理我耶 穿這條就有人要理我 對 穿這條就有人要理我 就換來我們看看吧 好 大家那個厲害的牛仔褲當中 KIMIKO今天帶來的有 妳很得意到 就是大S也會尊敬的嗎 我覺得她應該每一條都會想要耶 真的嗎 對 不信 不信